要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是团圆的 不过还是有很多弱势长辈 他们是过着独居 没有家人陪伴的日子 为了让这些老大人体验围炉的温暖 花林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在县政府的补助之下 特别在狱里为中南区的长辈 举办了围炉餐会 邀请到将近50位的老人家 年龄最高有93岁 尽管亲人不在身旁 不过这次围炉也让长辈们感受到温暖 为了要让老大人体验围炉的温暖 老家协会在花林县政府的补助下 特地在狱里为中南区的长辈 举办围炉的活动 邀请了将近有50位长辈 年龄最高93岁 尽管亲人不在身旁 这次围炉也让长辈感受到温暖 享受到一个丰盛的午宴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说 许多长辈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有老家协会在 需要帮助尽管开口 除了一般的生活物资提供 老家协会也希望让长辈心灵上 感受到温暖 我们这次邀请的这些长者 远从富里还有着溪南区的乡镇 那总共有将近近50位的长者 而且特别是有90岁的长者来参加 那我想我们特别提供一份的礼金 还有年菜还有生活物资 在享用丰盛的午宴 老家协会也为长辈们 准备丰富的年节礼物 长辈们带着满满的祝福 提前来欢度春节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资访您订阅